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这门课讲述的是Lilux的网络编程项目实战 大家在学习了C语言 Lilux编程 网络编程之后 特别是初学者容易遇到一个现象 就是学了一些理论 看了不少书 但是总感觉前面有一堵墙 想提高 但不知道障碍在哪里 我们这门课希望通过这种项目实战的方式 能够帮助大家上一个台阶 我们先来看一下课程大纲 我们这门课讲述的是Lilux的项目实战 我们最后要做的东西是实现一个HTTP的轻量级服务器 课程主要分为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概述部分 第二部分项目规划部分 第三部分是一个开源的分析 开源项目的分析 第四部分我们做个定制化开发 第五部分是项目的总结和思考 在介绍课程大纲之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门课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观点 会编程 会一门编程语言不等于会编程 编程不等于做项目 我有个同学他是在大学里边做老师 讲授C语言 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他曾说起过他对那个C语言非常熟 对谈好试航的那本教材非常的熟 但是离开那本教材的话 他几乎不会写程序 我们说掌握一门编程语言 是掌握了这种这门语言的特性 是掌握了一个工具的特性和使用方法 充其量只能算一个tuner 就是说工具的使用者 这个词是大家网友创造出来的 编程是用工具和思想来 编程是用工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当然是在计算机和软件世界中 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designer 设计者 做项目是用知识和工具来创造价值 我们可以称为一个creator 创造者 可以看到从工具使用者到设计者 再到创造者 它的层次是不断的提高的 设计的面也更加广泛 那么要面对的问题也就更加的复杂 再来看我们这门课程的目标 我们这门课程有以下主要几个目标 第一个就是帮助大家把知识变成应用 我知道这个东西 而且我还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去用它 我们学习知识的目的也是为了应用 第二个目的是让大家学习如何规划一个项目 项目规划是项目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和部分 第三是让大家学会如何独立设计和实现一个项目 第四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和方法 让大家用设计师或者工程师的方式去思考 曾经记得中学的时候 我们写命题作文 看到过这样一段采用 就说有两个人同时在弃墙 然后就有人问这两个人 问其中第一个人 你在做什么 那个人回答我在弃墙 但又问第二个人你在做什么 另外一个人回答 我在设计最美的一栋建筑 那么过了很多年 第一个人他还是在那弃墙 第二个人他就成为了建筑设计工程师 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 就是说境界决定你的成就 如果心中只有一面墙 那么你就是一个泥水匠 或者说一个专工 如果心中有一栋大落 那么你就是一个设计师 或者工程师 那么设计师和工程师 他们需要考虑哪些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目标及定位的问题 第二个是条件和资源 我要达到目标 需要哪些条件 需要哪些资源 第三个是步骤和计划 我要达到目标 我有哪些步骤 我按照什么样的计划来进行 第四是投入和产出 就是成本和效益的关系 第五是风格和特色 当然这个是更高的要求 第六是合理 优雅 合理是所有事情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优雅是从艺术的角度 或者说更高层次去看待这个事情 比如说作为一名建筑工程师或设计师 同样设计一栋楼房 为什么有的大楼看起来就非常漂亮 有的大楼就看起来非常丑陋 我觉得这主要就是设计师的理念和能力的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学习这门课程需要具备哪些基础知识 首先是要汇C语言 这个就不用说了 另外要汇C语言一些Ninux的管理 管理的基本命令 还有一些基础的编程知识 第三个就是需要一些网络知识 和网络编程的知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课程的章节 课程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概述部分 在这一部分呢 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来讲一下一些基础知识和铺垫知识 讲一下项目的过程 让大家对项目过程有一个概要的了解 一个项目从建立到终结 它会经历的一些阶段 每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第一部分第三个小节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Linux网络编程知识 这个是后面的编程会经常用到的东西 然后我们说一下怎样搭建一个开发环境 搭建一个工作环境 在概述的部分呢 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http协议和http服务器 这个和我们课程内容也是紧密相关的 第二大部分我们来说一下项目规划 因为我们这本课程是讲述Linux的项目实战 所以项目是整个课程的中心和重点 那么项目规划在整个项目中呢 又是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单独画一个章节来讲一下项目规划 项目规划我们主要讲四个方面内容 一个是项目目标 目标是我们项目所有活动的基础或者依据 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我们来讲一下分层理由和模块规划 这两个内容也是我们在项目设计 或者说编程中经常用到的一些技术 第四个小的部分 我们说一下开发方式的选择 第三大部分是对一个开源项目的分析 这个开源项目叫Monkey 如果我们从0到1去写一个项目的话 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特别是这种服务器级别的这种项目 而且自己写的东西也不一定那么优秀 也不一定那么考究 所以我找了一个开源项目 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项目规模不大不小适中 比较适合作为教学程序 我们在熟悉了这个项目的流程 主体框架和关键一些处理模块以后 我们对这个项目进行一个改写 进行一个定制化的开发 我们的目标是要做一个 模拟一个签名服务器出来 那么什么叫签名服务器呢 后面还会跟大家讲到 第五大部分是项目的总结和思考 好 我们来展示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最终成果 这个项目我们最终要做一个 http的轻量级服务器 这个项目的主要框架呢 开源系统已经给我们写好了 我们只是进行一些改写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http服务器 http服务器就是对http请求进行接收 对这个请求进行处理 然后进行响应的这么一个服务器 我们上网浏览网页的时候 使用的就是http协议 那这个部分比如说这是http服务器 我们在浏览器中输入一个地址 那么浏览器就会把它转换成一个 http的协议的请求 这个请求会被发送到http的服务器 http服务器对这个协议进行一个请求 看它是请求一个静态页面呢 还是请求一个动态页面 如果是静态页面 那么就把这个静态文件取出来返回一个客户端 如果是动态页面 那么就送到相应的动态页面执行程序里边去执行 执行完成以后返回一个静态页面给客户端 这个就是http的一个主要功能 这个功能我们在稍后还会详细的介绍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项目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先来连接到Linux的这个服务器上 我那边已经搭搭好了一台Linux的虚拟机 好 我们先连接到这个上面 先连接我输入用户密码 好 这个就是我Linux虚拟机 我已经下载了一个Monkey的原码 并且把它给解压出来 这个大家可以到Monkey的官网上去下载 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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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呢 我们就进行进去进行一个编译 这个是它的这个整个项目文件 拿到这个以后呢 我们刚拿到时候是没有这个makefile的 这个makefile它是一个编译文件 拿到的时候是没有这个makefile的 那么我们就通过一个命令来生成一个makefile 在这种状况下 没有makefile之前是不能编译的 我们来生成一个 执行configure这个命令 这个是自动编译工具的一个脚本 那么自动编译工具 我们稍后还会讲到 我们执行这个脚本来生成一个makefile 好 执行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makefile是否生成 好 这个就是我们makefile已经生成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进行编译了 我先来看一下它的那个大致内容 makefile基本上就是限定的一个 它编译各个库各个程序和我们要编译的目标程序之间的这样一种依赖关系 这个稍后我们再详细看到 有makefile以后我们就可以编译这个项目 敲入mac mini开始编译 好 编译完成 那么它的编译目标文件会放到这个bin目标下面 我们看bin目标下面有什么 有三个可执行文件 那么最主要就是monkey 这个就是我们的http服务器 我们来试运行一下 看它是否能够运行 执行monkey这个 好 这样就启动了monkey这个 这样就开始运行monkey程序 好 它打印出来一段调试信息 它告诉我 嗯 这个程序已经起来了 这个程序已经开始运行了 服务它监听的端口是2001 看 它告诉我 这个htt服务器已经start 已经在开始运行了 好 那我验证一下 看是否运行成功 好 我再登一屏 再登一屏Linux 首先 我们看一下 这个进程是否存在 我们用ps命令来看一下 monkey 好 这个说明这个monkey 这个进程已经存在 就是这个程序在运行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端口监听是否正确 服务器起来以后 它会监听一个端口 这个端口就是对外提供服务的端口 它端口是2001 我们来看一下 它端口是否监听的正确 好 2001端口现在是开着 而且它处于一个监听的状态 那么这个服务我们认为它运行是正常的 那我们再来在浏览器里边访问一下这个服务 看它是否正常 因为是一个http服务 所以我们从浏览器里边发出请求就可以了 我们输入地址 它端口是2001 我可以 我不用输入它的那个主页路径 好 这个就是monkey的一个主页 欢迎主页 那么说明我们的http已经正常的运行 能够对外提供这种服务 能够正确的解析服务 并且能够正确的返回响应 我再来验证一下 我再来验证一下 看是否正确 这个是它的主页 我们自己添加一个静态页面 它有静态页面是放在hdocs里边 这个里边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index 它就是它的那个默认主页 index 那么这个index就在这 就是 就是这个页面 我们刚才我们在浏览器上看到的实际上是这个页面 好 我自己再来手动添加一个添加一个静态页面 我们来验证一下它是否运行正常 手写一个很简单的静态页面 保存退出 我们把这个请求我们改成请求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添加的一个页面 说明我们的这个服务器已经能正常工作 好 这个就是我们最终要做的一个东西 当然还要进行一些改写 改写以后我们会加上自己的内容 把它变成一台签名服务器 我们最终要做的一个页面